相信在这里的很多都是艺术生 如果不是 这支视频也能教你如何精确的强调艺术生的饭碗 但还是请各位手下留情 这里先建议学艺术的抠个0 艺术史论和艺术管理的抠个1 有1吗 非艺术专业的抠666 欢迎来到和和 很高兴你在这里 然后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妆容有点变化 是冷色系的眼影哦 摄屏上根本就看不出来 OK众所周知 我是一个艺术史论的科普博主 过去的视频会有很多的硬核干货知识 但我自己本身是艺术专业出身的 并且目标是成为一名全职艺术家 平时也会有很多小伙伴私信问我的 学校专业啊 然后自己是学艺术的 对以后的方向感到很不确定 所以在这支视频里边呢 我会想说先通过梳理一下 艺术行业的大致版图 解释一下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以及这样的运作架构提供了怎样的就职机会 那么这些岗位有哪些是有门槛的 有哪些是没有专业门槛的 先打击一下啊 有专业门槛的就业市场供待于求 没有门槛的 你将面临各种来自泛文科专业生的竞争 而且你会发现 这帮逼宰子干事好像比我们是靠谱的多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 撇了心要吃艺术家这碗饭 我们这期视频就来聊一下 艺术家这个职业本质上到底是什么 而学艺术和搞艺术的关系又是什么 年轻艺术家如何摆脱焦虑健康生活 我们这两期内容都会和比较泛的 艺术的概念和艺术行业有关 但可以预告一下 接下来两期会和符号和神秘学有关系 我知道你们都喜欢听 那我们就正式开讲 我们暂且把艺术专业分为设计 影视和纯艺术 也就是绘画雕塑板画这样子的传统媒介 而根据不同学院的不同课程设置 有些纯艺术专业也包括了上声音文学和观念艺术等等等等 我自己是毕业于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 入学时选了插画专业 因为我自己是绘画背景 后来就转了纯艺 当时对于艺术家这个职业的想象是相当崇高的 我是不是傻 艺术家说白了就是整个行业底层的民工 在艺术家劳作生产之后 产品投入市场 和金融一样 艺术市场也分为一级二级 简单点说 一级市场就是像画廊画商这样子 直接代理或联系艺术家第一手接触艺术品的 他们起到一种类似于中介或者代理人的角色 把这些艺术品带到二级市场 在国内主要是以艺术国览会和拍卖行的形式 二级市场是直接面向公众参加的 艺术品如何定价一直都是一个诡异的问题啊 但可以确定的是 它的增值一定和声望有关 而展览就是一个提高声望最直接最普遍的方式 那么展览的主办方一般会是画廊 以商业展示为目的 以及美术馆以公共教育为目的 在展览中往往会有艺术评论 也就是媒体的介入进行学术支持 和美术馆同为学术机构的还有学院 相对来说它更偏向于精英教育和人才输出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致的产业架构 那么这个行业的资金和需求从哪里来呢 在起初艺术当然是为了 郭尔乔亚的审美趣味而服务的 而当今随着产业的下沉 很多政府项目和商业空间 也会有艺术品的需求 其实呢艺术家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 那作为一个艺术生你应该如何参与这个体系 如果你毕业后还想留在学校中 可以选择继续去读研读博 往学者和教师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出来就是做艺术家咯 但是想要高端大气上档次一点 可以选择做评论和策展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所谓的有专业门槛的岗位 它们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 这整个产业啊 需要的更多的是非艺术专业的人才 内容输出显然已经饱和了 而如何让机器转起来才是一个大问题 画廊谁来管呢 空间谁运营 藏家谁来物色 项目谁来拉 媒体谁来找 客户谁来忽悠呀 虽然我会说艺术家是底层名工 有时候反过来想想 这个行业也是在花着很大的人力和物力 来努力让艺术家吃上饭 所以呢你艺术家不做孙子 谁做孙子 那么很多艺术生在毕业后激情澎湃的 投身到这个产业 面对如此丰富的岗位供给 最终大多数都做了前台 或者就是打杂的吧 你会发现好像这些工作 你不上大学也能做好 而且工资待遇极低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 有专业门槛的工作 你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 这个是要熬的 那没有专业门槛的工作 人招个学艺术史论的 写作比你好 学管理的 脑子比你强 学市场的 套路比你深 招啥都比招学艺术的要香啊 总而言之 艺术并不是一个找工作友好的专业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只是 画廊美术馆体系的大致框架 也是为了让大家顺便明白 整个行业是怎么运作的 实际情况会比这个复杂和流动的多 那家里有矿的人就说了啊 大不了我就不工作了 全新创作 早日出人头地 这样子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职业艺术家这个概念太过玄幻 在2014年美国一份艺术家生存现状的报告中显示 在一年200万的毕业生中仅有20万做了职业艺术家 占全国艺术家的16% 而在120万名职业艺术家中 有40%甚至是没有本科学位的 说白了 艺术专业既没法帮你找到高质量的对口工作 也似乎并不是成为艺术家的敲门专 那么朋友们 我难道是学了个屁吗 那么艺术家作为一份职业 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艺术专业是不是一个屁 接下来我们试着分析一下这两个玄学的问题 不吹不黑 来看一看在今天 艺术家所面临的新机遇到底在哪里 其实这份职业的本质 跟创业者和艺人没有区别 画廊无非就是个经济公司 你要做大做好了 自己开个工作室承接委任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许多成名赚钱的艺术家 他们的产品都是在工作室中流水线生产的 而在真正能靠艺术品赚钱之前 一般来说艺术家会有三种求生模式 Freelance Part-time job 和Sugar Daddy 那你要没有一个合适的Sugar Daddy 除了创作以外 你会花大半的时间和精力在生计上面 而在国外的艺术圈生态比较成熟 他们还有另外两种求生模式 叫Grant和Residency 直接在谷歌上搜索Grant和Residency 他们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 从主流美术馆到非盈利的艺术空间 补助金一般是面向有项目想做 但没钱的艺术家 你可以通过提交你的方案和过去作品集 来申请这笔钱 注地项目就是说一个空间会为艺术家提供一个月到一年或者更长驻留时间 在此期间他们会为你提供工作室 有些甚至还有时速补贴 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 如果申请上了一个好的注地项目 很可能就解决了大半年的房租问题 并且可以融入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 补助金和注地在中国也慢慢形成气候 只是现在资源还不如国外那么成体系 然而艺术生态没有国外成熟的另一种说法就是 它也没有那么固化 有钱人多 愿意消费的人多 来钱和曝光的野路子也多 用我个人的经验来举例子 就是近年我发现国内有很多地方在做乡建 让我十分惊讶的是 地方政府是愿意为好的艺术买单的 我今年就接触到两个项目 一个是在杭州渔航的青山村 他们那边现在在做面向艺术家和设计师工作室的烧商影子 其中一个已经入住的机构叫荣设计图书馆 它里头就归档了30多种中国民间工艺的材料和制作方法 而且那个图书馆也有自己的设计师助流项目 另外一个是位于福建延平的巨口乡 这个地方呢想要发展旅游业 但自己的村子真的是一点特色都没有 所以他们从18年开始就会每年邀请艺术家来帮他们做一些艺术品 做一些人造景观来吸引游客 我前段时间一直没有跟视频 其中有件事就是在为这个项目做方案 所以你看这么野这么魔幻的机会 大概率也只能在中国找到了 我当时毕业后选择回国 也是意识到了国外艺术圈的阶级固化 反而在国内这种比较野生的状态 可以给到我们更多的机会 因为我们正在处于一个艺术行业下沉和破圈的过程 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身边一个完全非艺术圈的人 会突然有了一个需要艺术家的项目 而你可能就是他认识的为数不多的艺术家之一 那最后我们聊一聊艺术专业到底是不是屁的问题 我们这样想你上学是为了找工作 还是混文凭还是提升自我修养 找工作的情况如上文所言 我估摸着如果你来学艺术 而且还是纯艺术 应该不会是抱着一颗找工作的心吧 如果你上学是为了混文凭 而你选择了去混一个艺术类文凭 那估计你应该家境不错 所以我直接建议你去做藏家 为艺术圈做做公益 那么从提升自我 完善修养这个角度来讲 纯艺是一个很好的培养求知欲的专业 因为它强调观念的形成 而技巧和媒介是传达的辅助工具 为了形成观念 你会需要广泛的知识积累 同时你也需要通过了解媒介和材料 来完善自己的表达技巧 现今大多高等教育似乎已经变成了 向资本机器输送零件的纽带 技能培训代替了通时教育 而我所参与的这个学校的传艺专业 在我看来是比较能满足一个通时教育的要求的 由于课程选择的自由程度 我所接触到的老师有文学 哲学甚至神经学不同背景出身的 所以对我来说 艺术生文化课步行这种成见已经相当的过时 我认为接受教育的最大意义就是把我推入了求所的这一条路 那么本科读完还有没有必要继续读研啊 从完善自我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上学就会变得像找健身教练一样的事情 其实你需要的资源和你自身的动力都在那里 这时候你的选择无非就是我是要自律 还是找个健身教练来帮我整合资源 激发动力呢 今天其实讲了挺多的个人观点 也希望大家有任何想法在评论和弹幕里和我交流 最后希望出出茅庐的各位 共勉一起在发展中的社会寻找新的机遇 在夹缝中生存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